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弹车APP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 实现了一个车辆的这种切换 普通车型的一个切换 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切换了车型之后呢 显示车型到达的一些信息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这是上一节课我们讲的一个 车型的一个切换 有人民优步优旋轿车 然后七座商务车高级轿车 选择不同的一个这种车型 然后这附近呢 就显示相应车型的一个坐标 这种可以从服务端进行一个获取 然后在这地图上进行一个绘制 然后点击这背景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会向上移动 再点一下它就会缩回去 然后移动上去呢 就显示这种轿车 离我们最近的到达的一些时间 预计到达的时间 然后最多可选几个人 可做几个人 然后最低的一个费用 主要是这些信息 我们今天主要完成这种 点击向上移动 然后再点一下缩回来 然后这些信息呢 其实可以从服务端 用服务端的一个接口 我们实现这个界面的一个展示 好的 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代码的编写 首先我们添加这种车辆到达的一个 信息的一个背景图 叫CarInfoBank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 CarInfoBank 我们看有没有了 CarBank 我们看有没有这张图 CarInfoBank CarInfoBank 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张效果图 这是费用估算的 对就是我们这张背景图 它的一个这种可以让美工去切 我只是从上面截出来 然后截了一张这个方框的一个图 在这上面呢 添加上相应的一个信息 好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view 大家知道我们上次添加了这些切换 其实它可以往上移动的 往上移动 我们先看一下高度270 我们减去270 就是218 这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图形先绘制上 叫以妹主为友 添加一个以妹主为友 这个我们之前80 270的话就是590 好 我们把我们的CatInfo 这就是我们这个要显示的一个背景图 我们看有哪些信息 看一下啊 我们照着我们的效果图就可以做我们的一个界面了 预计到达时间 预计抵达时间 预计抵达时间 好 大概 其实这些坐标美工会给我们标出来啊 我这里就是大概的一个距离 然后设置它的一个颜色 然后自己自号 这里边呢 6分钟 我们写我们的6分钟 好 设置它去中 然后黑色 大概是黑色 然后这个具体几分钟呢 我们这里先写死 其实如果有付端合作的话 就可以把它的一个动态的来获取这个时间 预计抵达时间 然后这里边最多可做几人 来看一下 把它设置到居中 然后最多可做 我们最低费用 最低费用 写上分标题 最低费用 然后把它居中 这个其实没有居中 我们把它居中 最低费用 然后这里边是20元 好 这个我们改完了 下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8等获取费用估算 获取费用估算 改变它的一个颜色 改变它的一个颜色 这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基本上就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还恢复到我们的一个288 488 这里我们改错了 把bottom为有默认显示它的一个488 然后我们点击的时候 这个页面往上移动 我们添加一个动画 首先我们定义相关的一个变量 就是说 是不是move up 是不是往上移动 我们这里边同样我们进行一个初始望 这次move up poss 默认的是不是往上移的 然后呢 我们添加相关的 这个给它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给我们的bottom为有 我们现在我们加上移动 我们加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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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就是 我们加上移动 Action Do Tab Tack VOTDOM BottomView Tab Gest Tab Back Do Tab 点击 我们进行 进行这个 底部BottomView的上下的一个移动 Move Up 然后我们就看这里边是什么啊 这里边我们再加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 Animation Wheel 这个函数来移动我们的BottomView 动了一个动画 这里边我们就添加动画 View.Elimit 这个动画我们比如持续0.5秒 然后执行的动画我们就在这里写 首先我们定义变量 Frame Bottom Bottom的一个frame If It's move up 如果是往上移动的呢 我们就改变它的一个坐标 外坐标 else 改变它的一个外坐标 然后 Bott Frame 如果是往上移呢 我们就用self frame orange 外坐标 就等于self view box as height 减去 因为它是80 然后我们 我们 减去它的一个高度 减去我们frame的一个高度 size pint 这就是往上移 如果往下移呢 frame orange 就等于 同样是这个高度减去80 减去80 看一下 好 这里面我们添加相应的一个self 好 这样我们就 让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我们其实直接把它 定义的可选变量 默认的话 是 是初始化的 怎么没有初始化吗 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把它初始化在这里 我们要先看一下 我们把它带出 那边 再回答 咱们 看一下 我们再来 看看 我们再来 再来 看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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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换成了 然后我们执行 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 就是去了出来我们的 可能刚才点的太快 这里面可以去掉 运行一下 这就是进来我们这个动画 Move up 我们看它有没有初始化 好默认的是false 然后我们执行 这说明是往上移动 往上移动呢 就是我们save.wheel.bounce hat 减去我们的这个的高度就是外 座标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刚才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我们看一下 其实是显示了一下又回去了 可能跟我们的 看看这种可能跟我们的界面 这个不定的刷新有关系 它不停的在刷 然后这里面不停的调用这里 然后不停的清除这个Move up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界面的一个闪烁 刚才我们的可能对我们刚才这个有影响 把它注视掉 这些注视掉 把它添加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边计算 然后这里边不停的进行一个界面的一个刷新 好这样就出来了啊 就看我们我们再点一下 再点击它 就收缩回去 再点 比如我们切换到人民优步 或者切换到高级轿车 点击 点击的时候呢 就出现高级轿车到达我们这个时间 最多可乘坐几人费用 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服务端进行一个获取 进行界面的一个更新 然后选择人民优步 然后这里边显示优步的这些时间 乘坐几人费用 好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看一下我们的回顾一下 讲的显示各种车辆到达的这个信息 主要是这些 主要是告诉我们做见面的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告诉大家 如何跟服务端进行交互的一个思路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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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